李學齡2010年加入中國CBA 七個球季過去今年決定返台加入ABL 報導夢想家 六月底開始跟著球隊訓練 並且和陳玉瑞、吳永勝組成的 大專訓練營明星隊進行比賽 他們有打出他們自己的活力在 因為畢竟年輕大學生就活力有造力 那後續其實台灣未來籃球 對他們的發展其實是相當重視的 那有辦這個下令其實對這些年輕球員是好事情 剛好對得到學齡哥當然就是 因為也是從小看到大家的 就是SPL的球員 然後也很就是他也是老大哥 中華隊的老大哥 所以當然是可以從大事上學到一些東西這樣子 李學齡18歲就穿上中華隊球衣 出征2002年釜山亞運 我手經驗豐富 訓練營裡有多位UBA明星球員 今年要參加瓊斯杯 身為前輩李學齡也想給年輕選手一些建議 年輕球員就是要肯拼肯鬥 然後不服輸的精神 那這幾年來其實年輕球員成長是非常快的 因為他們肯拼肯去鬥 那我覺得這是良性的競爭 讓他們在世界籃球 在頂尖的大學生上面 見識到很多各國非常好的那些好手 來吸取經驗來提高他們自己 我覺得對他們來說 往後的籃球發展都是相當有幫助的 新一季的ABL開打前 報導夢想家補強動作不斷 簽下前禦龍後衛陳世念 和李學齡組成國手級後場 第一場正式比賽就是7月17號 在澳門的SUPERA下季聯賽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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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大家